项柳抢婚背后是多大的妻 她故意大张旗鼓的带走小妖 其实是个一箭四雕的计谋 在妖风大婚之前 涂山景看出了小妖不愿意 但她自己又没有立场带小妖走 所以就以37年粮草给代价 拜托项柳去抢婚 但她原本只是希望项柳在婚前低调的把小妖带走 但项柳却搞了一波大事情 在婚礼当天大张旗鼓 难道她不知道这样会伤害小妖吗 她当然知道 她这么做有自己的原因 首先这样一来就可以断掉自己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 景和异应成婚后 妖柳之间的感情逐渐变得不可控起来 小妖问项柳自己该和谁结婚 以及在龙骨域外等待七天七夜 都说明着她对项柳的期望 但是项柳心中的大意 给不了小妖对小妖的一生一世的陪伴 所以不如快刀斩乱麻 防风被是防风家数子 虽然身份低微口碑不好 但还是有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 毕竟号领王都想到入赘这事了 但是项柳作为陈荣以军大将军是绝不可能和小妖在一起的 因此项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防风被下线 就是为了断掉自己和小妖的后路 第二点就是为小妖考虑了 她知道小妖不想嫁给风龙 如果自己私下把她带走 等她回来还是要和风龙成婚 就算这桩婚是黄了 还会有下一个士族 她依然逃脱不了联姻的命运 但是和防风被当众逃婚 虽然小妖的名声尽回 但也就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烦恼了 然后就是项柳在军事方面的谋划 她答应屠山井去抢婚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37年的粮草攻击 从她和同袍的交谈中可以知道 如果没有这些粮草 陈荣士兵要死一大部分人 所以这也是她的死心 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理由 当小妖问起的时候 她也可以将一切都伪装成交易 这也是她一贯的做法 最后一点也是最不容易发现的 妖风结婚的目的是帮苍玄打同西岩和中原的关系 让苍玄的统治更加稳固 项柳当众把小妖带走 那苍玄和中原四大士族就会结怨 哪怕苍玄给了风龙补偿 两人也会有嫌隙 这样也就给了陈荣士兵休整的时间 统一的脚步会变慢 在婚礼前 小妖给了她机会让她带自己走 但她没有 这就是她所有的谋算 如果在小妖等待的七天七夜里 向流来带走了小妖 那才是真正的一发不可收拾 只是在这一场谋算中 所有人都得偿所愿 只有小妖才是唯一的受害者 终于明白什么是平静的风感了 小妖四个操作吓坏戏燕王 原来小妖才是群区最疯的人 以前看预告 只知道苍玄是最疯的 为了把小妖留在身边 将她的身世散播出去 对小妖爱而不得 还偷偷摸摸杀了景 被小妖发现之后 谢斯底里的求爱 这装装剑剑 那剑也没冤了她 但是你怕是不知道 苍玄的风在小妖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她的风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在流浪的三百年中 明明知道是危险的蛇妖 却因为寂寞和她一起玩 蛇妖不想和她玩了 她就去偷蛇蛋 宁愿激怒她去死 都不愿意忍受寂寞 这不是风是啥 和苍玄一起与天下为敌之后 也很疯 在西安王宣布下一任帝王之前 小妖的剑法已经修炼得还不错 苍玄给她下药之后 她故意装晕 然后偷偷去了现场 那时她心里想的是 外爷宣布谁是继承者 她就立马射穿谁的脑袋 这不是风是什么 后期小妖明白了爱的意义 于是去找涂山景解除误会 两人重修就好 小妖和风龙的婚礼 让她身败名裂 本以为这次大婚会是温馨美好的 但苍玄却在婚礼前夕 和涂山猴一起设计杀死了景 按理说新郎不在了 婚礼也就作罢了呗 但是小妖却直扭的穿上了嫁衣 一直等待景的出现 直到月亮生气的时候 小妖独自对月景里 从今夜起 她就是她的妻 知道了杀害景的真凶 居然是自己最信任的苍玄 小妖彻力崩溃了 举起到几度想要杀了苍玄 可她下不去手 这可是她从小到大最爱的哥哥 所以小妖和她相约凤凰林 她在凤凰花中下了毒 嘴上说着要死就一起死 可是苍玄吃下的毒根本不致死 小妖从没想过真的杀死苍玄 她想要杀的只有自己 景已经不在了 她活着也没有意义 不如用自己的死来惩罚苍玄 在小妖的世界里 感情是一件极致的事情 她想要的是最纯净的爱 是一生一世永不会离开的陪伴 只要颤杂一点杂志 她就宁愿舍掉全部 这也是小妖封闭的一种体现 这样的大王纪真的很带感 朱沙智还是白月光 童华这些年大火的作品 全都离不开这个套路 在童华的作品评论区 永远少不了吵架 从八夜党和四夜党 到魏无忌和墨九旋 这的抉择永远都是最难的 青梅竹马的苍玄 纯情温柔的涂山景 永生难忘的项柳 和差点就结婚的风龙 在小妖的心中 对项柳是心动 对涂山景是爱 她想要的一生一世的陪伴 项柳给不了 这也是涂山景上位的原因 如果她选择了项柳 那她也就是母亲西灵衡的复刻版了 童华的另一本小说 曾许诺讲的就是小妖父母的故事 在曾许诺中 西灵衡和赤臣 就像现在的小妖和项柳 都是对立阵营的人 小妖的养父浩领王 也就是曾许诺的男二少浩 少浩和西灵衡是政治联姻 两个人一开始对彼此都没有感觉 但是在相处中 少浩慢慢动了心 可阿衡和小妖不同 她是勇敢追爱和火一样热烈的女孩子 阿衡心里有了赤臣 自然不会再被少浩所感动 和这本相似的是《风中七原》 改编自《大漠窑》 仙月也是这样一位明媚的女子 她从小生活在沙漠的狼群中 却养成了率真善良的性格 刚开始仙月的心里只有莫九勋 但九爷一直要爱不爱的拉拉扯扯 最后让魏武记杰族先登 最后仙月和魏武记一起离开了皇城 隐居必逝 剩下了一子一女 这个女儿就是云中哥的女主角云哥 在云哥的故事里 她和汉昭帝刘福玲和孟爵 各自有过一段情缘 刘福玲有点像苍玄和景的结合 孟爵对应的则是向柳 原主中孟爵还是莫九勋的义子 这关系是不是和长相思对应起来了 说到男主和男儿 当初吵得不可开交的 还有不不经心 从若曦刚穿远回古代后 到她接受Bug的表白 中间其实过去了很多年 可是巴也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对夺狄的不同意见 两个人分开了 若曦又慢慢被字眼打动 可惜若曦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 在童华的小说中 看似所有人都围着女主传 其实虐得最狠的也是女主 他们看起来都爱女主 可是也都没有那么在乎女主 不管是若曦还是小妖 都是别人心中刻意舍弃的存在 明明没有举办婚礼 为啥向柳也有自己的婚服 原来小妖独自等待的七天七夜 向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长相思发布的这张大婚海报 原来隐藏着腰流粉最大的道 五位主演都穿着红嫁衣 苍玄穿的是第一次成婚时穿的那件 小妖和风龙穿的 就是腰婚婚礼的礼服 静后期也会和小妖打婚 那向柳这件是啥 其实关于这件衣服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一件 用鲜血染成的白色战衣 原著中曾经提到过 向柳从奴隶场逃出来之后 一路被人追杀到了极北之地 北地全都是冰川白雪 白色是最好的保护色 后来向柳成为了陈戎的大将军 白衣又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 战场上别人穿的都是盔侠 只有向柳一身雪白 也就成了敌军最大的目标 也就为同伴分散了火力 因此向柳在战死时 依然穿着一身白衣 万简穿新 鲜血染遍全身 红衣也就变成了血液 腰间的白腰带 是为了祭奠死去的陈戎义军 也就是她的铜袍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小说在妖风大婚前 号领王知道小妖并不是真心的 就给了她七天的考虑时间 这七天里 小妖每天坐在龙骨域外的礁石上 看着蔚蓝的大海 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 望穿这里小妖在等待的就是向柳 而向柳也穿着一身红衣 在海的那边遥遥向往 在这一刻 在向柳的心中 是不是也在期待着一场和小妖的大婚呢 向柳大人 我真的哭死 当向柳和向柳一起 从黎绒老兵的家里走出来的时候 向柳问她 如果我不嫁给赤水蜂呢 应该嫁给谁 那一刻向柳的千言万语 最终都化为了沉默 向柳是爱向柳的 但她心中的沉荣义军更为重要 她知道向柳最在意的是 一生一世的陪伴 她给不了 所以她的爱注定不会说出口 向柳选择以防风被的身份 在妖风婚礼当天大张旗鼓的抢婚 也是这个原因 她对小妖的感情逐渐变得不可控了 她以这个契机 让防风被这个马甲下陷 就是要断掉自己和小妖的念想 防风被这个身份 有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 但陈龙一军向柳 是绝不可能和小妖在一起的 她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断清绝爱 然后一人决然的奔赴战场 第二季的向柳更好酷了呀 有没有 原来导演的水平 真的能决定一部剧的好坏 郑小龙现场临时加了一个细节 直接提升甄嬛传整部剧质感 梅妆还原后 瞬间成了整个后宫的香伯伯 皇上和甄嬛一起去看她 正好碰上梅妆宫里 嘻嘻嚷嚷一大堆人 大家一起嬉笑雷通 皇后说起新疆刚进贡了新鲜的蜜瓜 四大爷本来想让梅妆尝尝 但此时 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刚进门的小太监身上 全都在猜测 今晚会翻谁的牌子 炮君拿着瓜的手完全无人在意 只能默默的再把瓜放回去 原本这段戏到这里就没了 但是正导觉得不合理 皇上在后宫天天都众星捧月的 没道理这么多妃子 都没有一个人发现皇上黏糊糊的手 所以临时加了一场还换给胖菊递手怕的戏 就这样 整个戏份才变得合理了起来 除此之外 甄嬛传皇上驾崩的这场哭戏这么经典 确然不是剧本里的 也是郑小龙在片场临时加的 原本剧本里写的就是 大胖菊死了之后 甄嬛推开门 说了一句皇上驾崩就结束了 但是郑小龙觉得 这场戏应该当做一场重头戏来拍 如果轻飘飘的来拍 就显示不出来这部剧的质感了 所以就让孙丽把台词说三遍 因为演员和导演彼此信任 才拍出了这个经典镜头 拍完这个镜头之后 可给郑小龙高兴坏了 不仅是因为镜头语言优秀 更是因为孙丽的表现 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不过就算这么细节的导演 对于某些情节的处理 依然会有失误 比如华菲吃酸黄瓜的这个镜头 刚开始编剧王小平 非要写出华菲吃酸黄瓜 这么一个剧情 但是郑小龙执意反对 甚至两人还被此大吵一架 在郑导心中 华菲是一个连眼泪都要向上擦的女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自我感动的行为 华菲吃酸黄瓜那情节 我就觉得什么呀 吃什么酸黄瓜 太小了 但是架不住妻子王小平和蒋欣的坚持 郑小龙还是保留了下来 虽然华菲骨子里是高傲的 但这一下立马就让观众开始心疼他了 果然想要拍出又叫好又叫做的大暴剧 导演 编剧和演员 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相补相成 少一个都是不行力 怪不得复查贵人天天在剧里那么横 原来是带着甲方爸爸的任务来的 这颇天的富贵被冬阿阿娇娇接住了 真是没想到甄嬛传中居然也有广告植入 四大爷天天喝的冬阿娇娇 就是甲方爸爸的产品 这冬阿娇娇 臣妾配了挡身变的 皇上去尝一尝 武器凝神最好 每档落水时 华菲甲鲜鲜的带着古药鲜来探望 临走时还不忘用冬阿娇娇把四大爷烧带走 臣妾出来的时候 让人炖了冬阿娇娇鬼员羹 想来现在已经好了 皇上先用写这句信息 冬阿娇娇不禁往剧里投放了不少的广告 甚至还往剧里塞了个演员 就是复查贵人赵琴 赵琴原本是负责东阿娇娇商业广告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公司派来剧组监工广告之路的 然后老板就向他提议 你本身要从头盯到尾做这个合作 那你不如说你去找一个角色演一演吧 结果当他扮上娘娘的形象后 郑小龙觉得嘿还真是那个味 所以就让他来演复查贵人了 刚开始呢 导演给他定了大概20场戏 但是因为他的表演的确可以 所以郑小龙又把剧里几个小角色的戏 合并到了他的身上 一下子从20场加到了88场 成为了前期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角色 除此之外 剧中还有另一个甲方爸爸C来的女演员 就是敦亲王福晋 这个演员是投资大佬的女朋友 原本大佬是想推荐他来演甄嬛的 郑小龙当然不能同意了 但他又不想失去这个投资 所以就拿出了敦亲王福晋 这个戏份不多的角色才两全其美 既保住了女主的位置 又保住了投资 不得不说 郑小龙你是懂得这么安抚甲方的 剧里走后门的演员其实还有温太义 张小龙和陈建斌是好哥们 陈建斌就向郑小龙推荐了张小龙 那副儒雅向征服了导演 试完心后导演就给他安排了个温太义这个角色 估计张小龙也一脸懵逼 不是让我来演女主的白月光果巨王吗 咋成了一开始就被发好人卡的温石出了呢 不过也幸好是由他来演 成功把温太义演了出来 窝囊是他的伪装 娘娘他爱过一双 披着最窝囊的皮 干着能猪九族的大事 还得是你啊 石出哥 这小龙选角的眼光确实独到 等一眼看出演员身上的特质 并且发挥到最大 长相思小药明明有两套婚服 为何海报上偏偏选了嫁给赤水风龙这套官宣 长相思大婚海报一年了 还有解不开的谜题 小药有两套大婚婚服 一次是嫁给赤水风龙穿的 一次是嫁给屠山景穿的 可在官方海报宣传上 却选择了嫁给风龙这套 而没有选官配 警报哭晕在厕所 这到底是为啥子 其实这里面暗藏了他们各自的结局 选这几套婚服做海报 是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小妖嫁给风龙那是世纪婚礼 四海八荒万人瞩目 可却成了一场闹剧 黄蜂被当众抢心 小妖跟着逃婚 这事之后黄蜂被死了 小妖名声敬毁 风龙最终也战死了 可以说一场婚礼 帮五个人送上了不同的道路 这才是选这套婚服的重点 猫腻味甚浓啊 另外四位男嘉宾的婚服里 也都藏着大量的细节 除了屠山景的李一世红色外 其余人全是白色 这代表着她才是命定官配 是陪着小妖走到最后的人 同时他们五个人的表情都非常凝重 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这波以喜乐掩盖悲伤真的绝 风龙离小妖最远 虽有大婚但难成 苍玄虽说心爱小妖 但更爱黄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最有讲究的必须得是向柳这套了 婚服配白腰带 奇怪不 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婚服 而是一件血衣 宝宝蛇从来不敢穿红色 她从奴隶场逃出来 一路跑到了极北之地 只有白色才是她的保护色 这个习惯跟随了她一生 向柳战死是她的宿命 万剑穿心 血染红了白袍 腰间的白是用来祭奠战友的 这份情永远在她心里 无以心血染嫁衣 只为梦里娶家人 另外向柳战死还不是全聚最刀的地方 她赴死前一天 用扶桑神木雕刻了大肚娃娃 耗费大量灵力 把冰晶球埋在了木雕里 又将两半的木雕合而为一 如此费时费力 只为给小妖做个暖手宝 送礼都是匿名的 哎妈 真的哭死 细思极恐 长相思图山奶奶 为何宁愿顶着得罪帝王的风险 也不接纳小妖进门 图山情一直爱慕小妖 可图山老夫人 却死命不想让这个孙媳妇进门 还时常抱怨小狐狸长了恋爱脑 那她这个不是恋爱脑的老狐狸 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首先一点 她歇意的是小妖的身份 自从小妖坐回号领王妻之后 就一直跟着苍玄奔走 利用自己的身份 在朝堂势力中支持表哥 政治纷争 诡诀云勇 势力担保的他们 根本无法与五王七王相争 即便有了更多盟友家住 老夫人也不愿图山家冒险 如果紧取了小妖 就代表图山市站在了苍玄一排 势必就会得罪另外一方 倘若将来苍玄败了 五王七王尚未得了天下 这要是秋后算总账 图山市岌岌可危 对于图山家来说 做生意才是重要 但有银子了 还得有命花 即便图山家是大荒首富 也干不过人家一指皇命 这个队站不起啊 其次为了图山市的声誉 她不能再接受小妖 早在景认识小妖之前 就已经和防风市的姑娘 依应有了婚约 在她失踪后 防风依应更是以图山景 未亡人的身份 进了图山市的门 一心侍奉老夫人从无差错 这事也算是人尽皆知 重信守诺 是商人立根之本 图山老夫人不能背信弃义 最后一点更为致命 同样都是孙媳妇的人选 小妖虽有女主光环 但并不符合 族长夫人的人设 这点防风意应完胜 图山市世代经商 族长负责交际应酬 族长夫人自然就得在旁辅佐 在图山老夫人看来 族长夫人不仅要学识渊博 还要有独挡一面的能力 小妖从小在外飘荡 早就养成了散漫的性子 虽说现在成了王姬 身份尊贵 但到底没有其他名媛那样的家教 规格礼仪才能认知上都略有欠缺 这也是图山老夫人最看不上的 只能说景宝娶妻路漫漫 可劲追吧 甄嬛传塑料母子的顶级拉扯 弘历的四次试探才是最甚人的 甄嬛回宫后 四旦被皇上记在了他的名下 别看一上来母慈子孝的样子 一个不是野孩子了 一个不是野鹅娘了 但弘历也不是什么好鸟 后期他对甄嬛的四次试探 才是甄嬛送走亲生儿子的重要因素 四旦从小就是个心机boy 别看他出身不好 不受四大爷重视 但一身一鬼这个劲儿 真真是遗传了个十成十 自从甄嬛生了双生子 四大爷又重老六 他就坐不住了 他每次都是用最单纯的笑容试探缓缓 他第一次试探缓缓 先是说三阿哥是长子 会不会继承大同 甄嬛说不知道 他立马就说六弟是缓缓亲生 黄阿玛也最喜欢 还说什么 要是六弟继承大同 他就高兴了 甄嬛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心思 于是赶紧说 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 六蛋还小 自己也不想让他当皇帝 意再告诉红艳不会对他产生威胁 于是半信半疑的小四 先对老三出手了 第二次 十四蛋封了宝亲王后 又来试探缓缓 说什么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甄嬛直接给了他一颗顶心丸 说希望红艳的亲王有小四来封 第三次 缓缓腿伤之后 带着六阿哥来看他 甄嬛无意间一句 想让六阿哥像他一样有出息 再次被小四怀疑上了 紧接着就是一波 茶烟茶雨的试探 好在甄嬛脑子时时在红艳和灵溪还年幼 和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 这时候的甄嬛是失望的吧 天家无亲行 小四到底是成了第二个老四 而红艳坐上皇位后的最后一次试探 才真正展现了什么是聪明人之间的高效率沟通 他建议出郑伯克断于烟 用江氏宠爱幼子 克断长子 引发郑国内乱的典故 试探甄嬛 欢欢自然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是逼着他过去亲儿子呢 幸好他从未想让六阿哥当皇上 借此机会能让儿子认祖归宗 重回国亲王一脉 也是他一直期望的时机 如果这时候的欢欢没有顺着红礼的话往下说 那么小四就会老四附体 这是欢欢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即便日后他的亲儿子不能再喊他额娘 也不得不给人送走啊 依据父母寨子 必为之计深远 到底是成了欢欢一生的牵绊 哭不出来 别硬好 长相三儿端端两分钟预告 就已经被羊子的枯息刀麻了 长相四整不去就是羊子枯息大赏吧 这个短短两分钟的预告 斩见了羊子不同层次的枯息 真没想到羊子的隐忍式枯息也这么绝 第一场是小妖得知景的死讯时 妖景经历重重困难 终于解开了彼此的误会 秀得圆满结局 但是在结婚前夕 却得知景在清水镇遇害了 穿着嫁衣的小妖 抬眸对上苍玄的眼神 我的心都颤了 苍玄的心中是全眸和天下 小妖想要的却只有一个屠山景 这已经成为了她的执念 当她发现杀害景的人是苍玄时 这段爆发式的枯息更绝 本来以为苍玄的封批求爱就已经够刺激了 没想到羊子的反应也这么有感染力 将痛失所爱的无助和被至亲之人背叛的愤怒 演绎到了极致 她的刀对着苍玄手却在颤抖 小妖一直以来最信任的就是苍玄 却没想到背叛她 伤害她最深的也是苍玄 我真的很狠共情 除此之外 第一季中的明场面也很多 刚开始小妖以为自己被抛弃 独自流浪了几百年 当父亲和哥哥找到她的时候 她想要靠近 又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所以一直故作冷漠轻松 可是当她在五神山看到了酷似母亲的静安王妃时 才终于忍不住了 拼命想要扑到她面前 问问她为什么不要自己 尽管嘴巴里被塞了鞋子 说话也呜呜呜呜的 但那种情绪没办法不让人共情 还有苍玄玉兹的情节 在意识到危险就在周围的时候 小妖就奋力挡在哥哥身边 不惜用性命护住最重要的亲人 这一段在拍摄的时候 甚至比正片中的还要动人心弦 据说在拍这场戏的时候 因为杨子和张婉毅的声音太大 横电整条街的电动车都被吵到报警了 也是因此 她俩戏提电动车兄妹的称号 拍完这场戏后 两个人都快晕过去了 喘不上气来 休息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 从出道以来 杨子的哭泣就从来没有拉垮过 在很多的经典作品中 都贡献过教科书时的哭泣 这次的长相四 何尝不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汇报演出呢 方龙大婚 所有人都得偿所愿 只有小妖名声扫地 这哪是大女主 分明是虐女主 千呼万唤使出来 长相四第二季终于来了 这一季的第一个名场面就是妖风大婚 方龙虽然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 却成为了第一个和小妖结婚的男人 终究还是被她夺得了先机 只不过这一次的大婚终究没有完成 在婚礼接行到一半的时候 化身防风被的项柳将小妖带走了 这一幕看起来非常帅 但其实项柳是受屠山景所托才来抢婚的 景看出了小妖的不求愿 以37年粮草为代价 让项柳去抢婚 但是景原本是想让项柳在婚前 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把人带走 项柳却偏偏偏用最高调的形式 在婚礼上当天抢婚 这样一来 小妖彻底颜面扫地 成为了全大慌的笑柄 这几个男主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首先是苍玄 在听到小妖从婚礼上跑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苍玄就忍不住嘴角的笑意了 还说跑得好就该跑 苍玄本来就不想让小妖结婚 只不过为了一桶大慌 需要赤水家的扶持 所以才勉强答应蜂龙的求取 如今小妖自己从婚礼上跑了 正好合了她的心意 对于赤水蜂龙来说 虽然新娘子在婚礼当天回婚 让她没了面子 但是面子到底不能当饭吃 在蜂龙的心中 她和苍玄本来就是互利互惠的关系 后来苍玄对她心有愧疚 补偿了很多好玩意儿 还扶持她坐稳了赤水族长 对于向柳来说 37年粮草是刚需 如果没有这些粮草 陈戎士兵要饿死不少人 而她之所以以防风被的名义 这么大张旗鼓的抢婚 也是为了断掉小妖的念想 无碍一身轻 以后也能毫无负担的负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想 向柳也得到了她想要的 对于景就更不必说了 她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虽然她的出出 是希望小妖能不被勉强 但是在这之后 小妖主动骑青秋 找她解开误会 两个人和好如初 景才是抢婚局之后的最大赢家 只有小妖名声早地 成了全大慌的笑柄 而且这一次逃婚 还成为了风龙和新月后妻 要杀她的一个诱因 小妖还差点因此而死 这哪是大女主呀 真给我刀麻了 终于知道横殿下雪的威力了 2011年的一场大雪 造就了三大包具 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 裴文轩上一世死得那么惨 死前脑子里的走马灯 最后一个画面 却是新春放烟花时 李荣害羞踮起脚 吻上了她的脸 谁家的男主这么宠爱呀 都说横殿下雪出暴剧 这回终于轮到我们赌花年了 在这之前 横殿最出名的一场雪 就是2011年的这场鹅毛大雪 董事的雪 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下 这场雪 直接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 到时正宽传的拍摄 已经接近尾声了 郑小龙导演正愁着呢 横殿迟迟不下雪 偏偏剧本里 很多场景都要用到雪 没有雪就没法拍 本来剧组经费就紧张 天宫还不作美 没想到第二天醒来 横殿就一片银舟宿国 一场鹅毛大雪 已经下了半晚上 这一天 先是环珠格格剧组开拍 小燕子和紫薇起了个大凿 雪地里还一个脚印都没有 红墙白瓦之中 小燕子和紫薇都穿上了红衣服 一个打着油脂伞 一个扛着长布棍 一动一径 留下了两尘长长的脚印 步步精心剧组的李国立 也不想错过这场大雪 若熙高入王府 正是迷茫的时候 他想要改变历史 却无能为力 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此时窗外下行了雪 他走到长廊下 伸手接住一片雪花 僵硬剔头却柔弱一世 完全是自己的写照 当然最经典的这场红眉舞 也是在同一天拍的 最不容忽视的 就是甄嬛传的雪景了 除夕夜的以眉元 缓缓与四郎的 第一次不期而遇 当他许下逆风如解忆 容易莫摧残的愿望 命运的齿轮也开始发生转动 那时候的甄嬛 还没有经历后宫的残酷 青涩纯真的模样 加上冰雪点缀的梅花 真正是如花似玉的美娇娘 春元故意之后 甄嬛心灰意冷 自请去甘露寺修行 可是在甘露寺 却被各种折磨羞辱 甚至最后被赶去了凌云峰 此时是果自离的全举高光 如果不是他伸出元首 甄嬛恐怕是危在旦夕 一场大雪早就了三步暴去 亨恋的雪果然威力够大